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说我为什么会进入爱多美好了 其实我的那个推荐人啊跟我讲了六个月 然后我都一直因为看不懂 然后很怕受伤害怕被骗钱 所以一直都没有加入 那后来会真正加入跟投入爱多美 是因为一条BB霜的关系 那其实爱多美产品真的很厉害 是因为大家都说产品会说话对不对 对这条BB霜也真的跟我说话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啊 每次只要我有擦爱多美的BB霜 就一定会有人跟我讲说 阳师你的皮肤好好哦 我想说你怎么会这么的可能是今天碰巧 可是因为我个人啊是 因为以前是读那种就是看数据出身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觉得单一叫做个案 两个叫做碰巧 一定要乘三才准嘛对不对 所以我就开始测验 我就开始一三五擦BB霜 结果一三五就有人说我皮肤很好 那我就二四六擦BB霜 那一样二四六会有人说我BB霜 诶我的这个皮肤很好 那有一天我刚好礼拜天加班 我就一样擦BB霜之后 那天我说我的同事 营养师同事全部都很忙碌 没有人说我皮肤很好 我想说那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帮助 结果那天下班啊 我去买了路边摊 买完之后结账的那个阿姨啊 就说诶小姐你皮肤怎么这么好 就在那天我就觉得说爱多美的产品真的是太太惊人了太好 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这个奖金制度 其实我自己觉得啊 每次在讲奖金制度的时候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压力 相较前面的这个产品介绍 因为我觉得花钱是开心的 所以在听产品介绍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可是赚钱是 对可能会有点辛苦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奖金制度的了解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就很像是你今天出门去旅行 手上如果没有地图 或者是没有手机没有GPS的话 会不会有点不知道方向 对所以你其实了解奖金制度的话 你会知道说你要做多少事 做到多少的一个成就 你才可以达到你想要那个目标 所以奖金制度也很重要 大家可以用开心的心来了解 那其实啊给大家看一下 在认识爱多美之前啊 你们的生活日用品都在哪边买 当卖场对不对 或者是便利商店百货公司等等的 那买一辈子有没有任何的好处 对所以这个叫做弱势的消费者 我也是 所以从以前啊 这些财富都被大财团垄断 今天大家非常有心愿是认识爱多美 可以参与这个财富重新分配的好机会哦 那其实爱多美这家公司啊 非常特别是啊 它综合四大特点 首先第一个 我先讲一下 它其实全世界全球第一个 具有现金回馈的这个网路商店 那这个网路商店它有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呢 首先第一个 它有实体店面 百货公司的一个品质 它的品质非常的好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它有这个 虽然它的品质非常的好 可是它的价格却非常的平易寄人 平易寄人我们是可以负担的起的 那第三个部分 搭配现在的趋势 走网路购物 所以可以节省这个许多的一个成本 而且再加上说 现在刚好台风快要来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想的 不想出去出 不想出门 懒得出门 你在家里 有人就是穿的比较轻便一点的话呢 手指买暗暗的话 商品就直接配送到你家 非常的方便 最后第四个 再加上说 爱多美综合了这个组织行销的一个特色 所以具有倍增 跟奖金回馈的一个好处 所以综合这以上这四点啊 全世界只有爱多美这家公司 那接着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哦 其实这个爱多美公司啊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 绝对成功的策略 这边就写到 绝对优良的品质 绝对低廉的一个价格 那其实爱多美公司一直在讲求 就是所谓的顾客的成功 什么叫顾客的成功呢 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了解 如果说你今天让消费者 买到很品质非常好的东西 价格却非常的便宜 是不是买到赚到 对买到赚到 这样子就是顾客的成功 所以原则上透过这个策略 绝对优良品质 跟绝对低廉价格的话 消费者就自动排队过来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 绝对成功的策略呢 爱多美在全世界各地 都广受消费者的欢迎 那甚至如果说 你不只是一个消费者 你在爱多美是一个经营者的话呢 你会觉得心情非常的稳 因为你知道你的消费者 不会流失 不会流失 所以你会有永续性的一个收入 就是就像是刚刚的会员分享 我提到的 他说流失的人 比招募进来的人还要多 为什么 因为连自己都流失了 可是在爱多美会不会流失 不会流失 对会不会阵亡 不会 因为他的产品品质太好了 那这里我们公司啊 还有个更厉害 更惊人的数据是什么 我们产品的回购率高达90%以上 也就是说十个用过牙刷的九个人会来跟你买 十个用过六建筑的九个人会回来跟你买 那大家相信这个数据吗 我建议大家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 要如何判断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最直接的方法就买回家试用看看 那接着在爱多美还讲求一个 齐心合力的一个文化 其实一个企业啊 可不可以做大 跟文化有关系 那所谓的齐心合力的文化呢 在爱多美非常的推崇 在爱多美这个平台 所有的人不分上下线 不分旁线 彼此之间都尽自己能力所及的一份力 一起把这个平台给做好 所以在爱多美 即使你是在平凡的人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系统 创造不平凡的一个成就 那如果说你不是平凡的人 你可能本身的口才很好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人 有一些富有经验等等之类 你是超人的话 那是透过爱多美这个平台 你会成功的更快 对所以其实大家要好好的运用这个平台 而且要齐心合力 然后呢 这为大家带来的是呢 其实在爱多美啊 有所谓的这个成功系统 而且是免费的 大家试着想想看哦 如果说你今天在爱多美是一个经营者 然后你要自己举办研讨会 要自己讲课 然后要自己租场地的话 是不是难度很高 很辛苦对不对 而且如果说你自己的团队里面 没有厉害的讲师 那是不是就没戏唱了 可是在爱多美不用 所有的人一律都引导他 进入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包含像是最初阶的中心的课程 那甚至像大家今天来到了这个一日研讨会 以及两天一日的这个成功学院 这就是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那有人就说那这三个系统有何差别呢 举个例子好了 中心的课程就叫小机会 曾经有位我非常尊敬的领导者 他讲过说小机会就是小成功 那大机会的话呢会得到什么 对大成功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话 如果说你真的非常有心的话呢 一定要来参加爱多美的成功学院 因为在成功学院你可以学习成功 预约成功 见证成功 而且自己会真的成功 那再讲直接一点好了 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对钱比较有感觉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只想要赚两三千块的话呢 那你去中心的课程 我相信绰绰有余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每个月赚两三万块 要来到哪边 对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月收入二三十万 甚至像我们左边的这个大事一样 月收入两三百万的话 那来到哪边 对没有错 所以大家都听到重点了 所以这个成功就会非常的重要 那接着的话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 公司呢还非常的讲究原则 尤其是许多传销公司 很容易犯了这个囤货啊 或者是抢线跳线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在爱多美公司都非常的严格的一个禁止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举例子好 其实因为公司的商品啊已经非常的便宜了 所以原则上呢 东西都是喜欢 有需要 在上网购买就好了 公司没有强迫每个月需要重销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抢线跟跳线更是严格的禁止 甚至如果说你真的犯了这样子的一个作为的话 你可能会被公司停权 或者是开除会级 会非常的可惜哦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 尤其是在组织行销 这样子的一个行业里面啊 所谓的这个线事报来得特别的快 如果说你今天 就是有点贪心 抢了别人的人的话呢 那你的人一定也会被别人抢走 所以你想你的人被抢走吗 不想都对 所以也不要抢别人的人 这样子有同理心就好了 然后呢原则上因为公司啊 加入会员你就会获得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DM 里面的这个说明非常的一个清楚 所以其实我们会员不需要自己再额外花时间 花脑力来印制这个额外的一个商品的一个介绍DM 那其实还有一个几个因素要提醒大家 因为其实台湾的爱多美公司是一个非常合法 守规矩的一个公司 那如果说会员自己擅自印制DM的话 可能很容易涉及疗效 那你如果说被卫生署抓到 是你自己要付罚金哦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个人行为嘛 所以原则上我们身为爱多美的会员 真的不用再额外花钱 花薪资设计什么DM的 因为那很容易触罚 你就是好好的运用公司 就是他这个正统的一个DM来做一个推广就好了 那接着的话呢 讲一下爱多美的消费与事业 首先呢加入会员不用入会费 但是因为台湾的爱多美呢 符合这个台湾的法律的一个规范 公平交易法的规范 必须要着收50块的一个公本费 要购买这个50块的这个入会申请书 那其实这个入会申请书里面包含了这个彩色商品行录 还有爱多美的第一部以及营运规章 光是这个纸张费啊 算起来已经超过 对超过50页七八十页对不对 所以其实公司啊是赔本在卖这个耶 对所以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珍爱灵魂的一个企业哦 那当你花了这个50块的公本费 进入加入爱多美的会员之后啊 你马上就获得了非常超值的平台 首先第一个公司帮你准备了一个网购平台 原则上啊 那如果说你自己在外面有曾经网购的一个经验 自己驾站在卖东西的话 你会知道说在外面你自己要加一个站的话 加一个网站的话呢 必须少说可能十万块 那比较功能比较齐全可能要上百万哦 可是爱多美只花你50块就获得了这个免费的购物网站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公司还提供了学习的网站 那其实学习的网站很贴心 因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会遇到说有一些是兼差的上班族 有些是运用这个工作之余 或者是家庭主妇之类 可能不一定每次都能来参加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现在家里透过免费的学习系统来做一个学习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爱多美的这个学习系统 因为每次在参加研讨会的过程中 讲师总是讲得太精彩 但是热情过后总是会忘掉说老师到底讲了什么 所以免费的这个学习系统VOD 就是可以让我们经营者可以不断复习的一个方式 那举例好 像是现在讲的这个环节 讲经制度对不对 官网上面也有非常多的讲经制度 那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运用的吗 我分享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分享的伙伴他是所谓的大姐 其实就是50岁到80岁都要叫大姐 不能叫阿姨 大姐姐的话 他是年纪大的大姐喜欢吃油气的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要传谁的讲经制度给他看 对 就是给他看外国有的讲经制度 那如果说你传的是 可能是小鲜肉 新男或者是大哥 那要传谁的讲经制度给他们看 对 就要传那个美少女李斯坦的讲经制度给他看 就哇 这个女生看起来很顺眼 然后他讲讲经制度就认真的把他看完 那如果说你要传的伙伴可能不夹油气的 他喜欢他比较同心未敏的话 那更简单 你就传爱多美的拙木鸟 讲经制度影片给他看嘛 他会觉得哇 好有趣哦 你们公司好可爱哦 还会做讲经制度 还会做这个卡通的讲经制度影片嘛 那如果说都不喜欢的话 那好吧 那就带来现场给这个老师讲 也可以想要看live的也OK 所以其实讲经制度的影片的运用 或者是其他的影片的运用的话 是可以非常灵活 非常有弹性的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运用 那接着再往下看 爱多美这家公司 他真的没有强迫 每个月重销 没强迫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一个消费 他只有要求一个条件 大家听听看合不合理 就是我们会员至少一年 买一次生活必需品 做得到吗 做得到 所以其实非常的简单嘛 举个例子 现在画面上面看到的 一盒260块的牙刷 有8支 你就可以获得3900PV 你的会员资格 就可以往后延续12个月 所以他不是以年度计算 是从你今天开始购买 你的会员资格 就往后延续12个月 非常的容易达成 甚至我们已经是 非常高聘的一个经营者 他也没有每个月的责任额 所有的人都一样 都只有维持会员的资格 这个很简单 就可以达到了一个条件了 那爱多美的话呢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 他走网路购物 365天 每周7天 每天24个小时 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上网买东西 那其实因为他搭配这个网路购物啊 我觉得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日不落的国度了 大家知道说 在世界上有一个国家 太阳都不会掉下来吗 不然不知道 好不然 在那个 不好意思可以讲台语嘛 对不对 大家都听得懂 在北极圈里面 好像是靠近很 北边的一个国家 那因为他太靠近 那个北极圈了 所以他一整天 太阳都不会掉下来 原本是这样子讲嘛 那其实为什么说 爱多美就是一个 日不落的国度呢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 从事的工作 是不是日出而作 日落 息 对没有错 所以你在下班休息的时候 因为你没在工作 你是不是就没钱赚 可是爱多美 因为他走网路购物 而且他是跨国的 连锁的一个公司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在家里睡觉 吃饭 或者是刷牙洗点 洗澡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在做爱多美 对不对 可是美国那区的会员 他们刚开始起床 在刷牙 在洗脸 在洗澡 在吃咖啡 在喝海苔 我一想到这个 我的PP就不断的进来 我就好开心 所以是不是一个 日不落的国度 对 所以曾经有个伙伴 他分享过说 他以前 每天常常起来的时候 刷牙 他都觉得 还没有做爱多美之前 他就想说 今天的业绩 不晓得又要去哪里找 因为他是一个 从事业务的人员 可是自从做了爱多美之后 有一天他常常刷牙 牙膏一挤 不小心挤太多 然后掉在地上 原本的他会觉得 好可惜哦 牙膏掉在地上 可是他掉在地上 那当下他转念 他会觉得说 哇 现在这个时刻 有多少千千万万的会员 跟我一样刷牙 要是每个人都掉在地上 该有多好是不是 对 所以真的爱多美走这个网路购物 而且跨国的公司 真的会让人家觉得 好开心哦 所以那到底怎么进行爱多美呢 其实这里有讲到 真心的分享 真感情就是好文章 那我想问问大家哦 有没有曾经 分享过哪一家牛肉面很好吃 有哪一部电影很好看 有像私宿列车很红对不对 或者是哪一家医院 看这个感冒特别快 有对不对 我们都曾经这样分享过 那我们在分享 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消费者本身 自己因为吃过那家面 自己因为看过那部电影 或者是自己因为 去那家医院诊所看过病 所以你知道说考得特别快 自己本身体验过 所以你是做一个 分享的一个动作 消费者的本身 那你抱持的是 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无德之心 同意吗 同意啊 你是无德之心在做分享啊 因为你的朋友去看了 私宿列车 你也没钱赚 你的朋友去看了那家医院 感冒好了很快 你也没有得赚 对不对 所以在认识爱多美之前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都是无德之心 而且无德之实 可是认识了爱多美之后 一样是做消费者的 你本身 对不对 一样是无德之心的分享 可是却有德之实 真的非常的开心 谢谢 所以今天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认真 用心 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爱多美的产品 一个代言人 好好地使用爱多美的产品 你就可以自然而然 做一个真心的分享了 我有吃过那个牛肉面很好吃 你去吃吃看 我用过这个牙膏很好用你 用用看 不用讲说什么胶 不用 对有人跟我开玩笑说 啊什么胶 蜂蜜吗 我说不知道耶 反正也很好用用用看就知道了 这样子分享就好 因为哦 举个例子好了 今天你分享四处列车很好 四处列车你们知道这部电影吧 知道哦 今天你分享四处列车很好看 你需要跟你的朋友讲说 哦这部电影是怎么拍 然后怎么特效 然后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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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吧 不用啊 就是说我看过好看去看吧 所以产品就是我用过好用去用吧 对就是这样这么的简单 那接着的话呢 刚才讲到有得之时 在爱多美总共有四笔奖金 第一笔的话呢 是安置组织奖金 它指的是啊 你透过分享产品 招募的会员 架构你左右两边的一个组织 然后又可以把它叫做对碰奖金 占了总奖金的44% 是非常多的哦 然后第二笔奖金的话呢 是领导贡献奖金 这个叫做另外叫做全球分红 它占了总奖金的20% 也非常的高 那第三笔奖金的话 是当你上了一定的聘接 大师级的话 公司会颁发一次性的一个奖励 第四个的话呢 是教育中心的今天 占总奖金的6% 那我简单说明一下 第四笔奖金 教育中心的部分 6%啊 不是每个人都能领 必须要有良心 要有耐心 要有谦卑服务的心 所以当这个中心 咋开中心 不容易 所以如果说 你没有这样子的心的话呢 不要开教育中心 给有那个 有能力的人开就好了 哦对 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 好对 他们真的很辛苦 好那组织形态的部分 来简单来讲一下 他走的是双向制 就是两条线 跟传统公司相比的话 三条线 五条线 二十条线 好辛苦哦 爱多美只要 两条线 非常的简单 同时呢 他再搭配 无线带 也就是说 你左边跟右边两区 你推荐的第一百 第一个 第十个 第一百个 第一千个 第一万个 消费产生的点数 是不是都算你的 所以曾经有个伙伴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上线 我找的人都是植物人 什么是植物人 我会动 对不对 我跟他说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公司的 讲天资助是无线带 所以植物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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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人 会不会遇到一个活人 会 而且哦 更厉害的是 一旦那个活人 要动了 对不对 他上面的所有的植物人都会 对 这没有设计疗效 这是一个比喻 对 所以无线带的美丽就在这边 而且因为无线带 我们可以做跨国的一个市场 全球 这个PV全球是累积在一起的 不会说不同的国家还要重新做一个计算 那所有的PV的话呢 公司的电脑 都会直接帮你做计算 我们不用用纸跟笔记录下来 那太辛苦了 如果说啊 你身为你的一个经营者 你常常遇到说 啊要教伙伴自己上网买东西 要教伙伴自己这个 那个看安置组织奖金 他都不会看 因为我会 我跟他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我的伙伴可能有七八十岁的伙伴 常常就跟你讲说 啊我眼睛好酸 看不太到电脑放大也看不到 啊我手好酸哦 无法放大 哎呀我头很痛之类的 没有关系 你知道他哪一天会学会吗 在他领钱的那一天 说我跟你说 你快要领钱了耶 他说真的吗怎么看 马上就会 是不是 对所以要找好的时间来教他 他在学家的时间点 他一次就学会 好那爱多美的奖金制度的话 他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特色 就是金额小但是PV大 举个例子 爱多美卖的很好的黑咖啡 460块有80条哦 就有多少积分 对所以PV积分非常的高嘛 那怎么领奖金呢 首先第一个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看你自己加入会员 自己消费的一个积分 他是踩终身累积永不归零的 那总共呢有分成五个阶段 从第一个1万PV销售代表到30万PV到240万PV 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一个消费 大家记得终身累积永不归零 但是呢他有第二个特点 买得多有机会 好领得多我自己说 买得多有机会领得多 举个例子你看这边啊 如果说你自己是1万PV的一个销售代表的话呢 你最高有机会日领750块 可是如果说你不止1万PV 你慢慢的消费累积到30万PV的话呢 那你最高就是日领2250块 再往上看70万PV的话 最高日领多少钱 4500块 而且具备了挑战爱多美成功的第一阶 销售大师的一个资格 再往上看150万PV日领9000块 240万PV的话日领可能最高到45000块 那这里的安置组织奖金的部分的话 来给大家看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好了 首先左边跟右边都是 左边跟右边这两个例子啊 都是左右两区团队的业绩 达到30万积分 可是差在哪边呢 左边的自己只有1万PV 可是右边的自己的消费有30万PV 这样领的奖金就不一样哦 左边可以领多少钱 对那右边可以领多少钱 对然后接着在以子类推 如果说你自己啊 已经累积消费达到了240万PV 大概是新台币20几万的一个花费 这是一辈子的一个花费 那你最高有机会日领4万5千块 所以一天领4万5千块 一个月是不是就破百万 光第一笔奖金就可以让你年收千万 喜欢吗 喜欢 看这个声音没说很欢迎 觉得不够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笔奖金 那来看一下 那另外一笔奖金的话 当然就是你要上到一定的一个聘接才有的 那一起看这个成就进阶的奖励 你就知道 首先爱多美成功的第一步就是销售大师 怎么达成呢 看两个地方 首先自己个人的消费 个人累积的积分要先达到70万积分 那你左右两边团队的积分要达到多少呢 每一个月可以分成上半个月跟下半个月 上半个月就1号到15号 下半个月就是16号到月底 那在每一个半月的这个周期之内 你的左右两区的消费 PV要累积达到250万积分 这样子你就成功的挑战销售大师了 那当你挑战成功销售大师之后 公司还会颁发你 这个给你公司的一个产品 蜂蜜 六件组跟四件组 那在爱多美的销售大师的话呢 年收入大约是80万到100万 所以光是第一个大师就可以让你年收百万了 那第二个大师的话呢 是爱多美的钻石大师 那要如何成为钻石大师呢 自己的累积消费要达到150万积分 然后呢你必须要培养左右两区 各两个销售大师 你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为钻石大师 那钻石大师的话呢 一样会给你公司的一个奖品 同时还会附一台笔记型电脑或者平板给你 为什么要附这个平板呢 因为你已经是一定的一个聘接 要读和学习管人了嘛 所以公司要附这个电脑给你 那第三个聘接呢是玫瑰大师 玫瑰大师非常的诱人 他已经有现金奖了 200万韩元相当于台币 大概是6万块新台币 而且还会附送你旅游券 像在今年的5月呢 爱多美公司就招待了台湾区 第一批的玫瑰大师出国旅游 你们知道他去哪里玩吗 对韩国的冀州岛对不对 那其实说这个冀州岛 我们有人总是 他就说我也可以自己付旅费 我自己去啊 可是我跟你说 自己去啊 跟被公司招待 感觉就是不一样 听说啦 因为我还没有上玫瑰大师 听说上玫瑰大师回啊 一个空皮箱去 两个满的皮箱回来 而且你去到那边啊 一毛钱都没有花 要吃饭的时候嘴巴打开 有人就会把你喂进来了 你一定觉得我在说谎 对不对 没有关系 你就赶快挑战玫瑰大师 你去了就知道 然后那在网上看的话呢 在网上的一个评价是什么呢 星光大师 那其实台湾很厉害的是啊 我们已经诞生了一位星光大师 而且我们这位星光大师 已经是进入了海外地区 第一个皇家领袖俱乐部的一个成员 对 其实在爱多美啊 我解释一下好了 什么叫做皇家领袖俱乐部 有两个俱乐部 一个是领袖俱乐部 是年收三百万的 可以进入领袖俱乐部 那皇家俱乐部指的是 年收六百万以上的 一个成员的一个收入的 那在爱多美 因为海外分公司有非常多 美国 日本 加拿大等等之类 对不对 台湾地区是第一个国家有诞生 皇家俱乐部的一个国家 所以代表爱多美在台湾真的非常的火热 如果说你不想做的话没有关系 留给我来做 开玩笑的 对 我们是互相的激励 对 那星光大师的话我也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他有现金奖 三十万新台币 那旅游券的这个人数又更多 变成四个人的一个旅游券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再往下看 皇家大师 皇家大师的话呢 那他这个一次性的奖励呢 有这个新台币 大概是一百多万左右的一个奖金 然后给你每个月三万块的租车费 三万块租车费 其实可以租到很好的车子 还有呢 给你这个 那个欧洲的一个旅游券等等 以及信用的额度多少钱 对 那就是六万块左右 那曾经啊 我有带我的伙伴啊 去那个 来一日研大外听课 他就听到这个 信用卡额度 每个月要六万块 他听完之后 我就问我怎么样 哪里听得懂 有没有觉得很不错 有没有哪里听不懂的地方 他说有个地方 我觉得有点困扰 我说哪里 赶快告诉我 他说就是每个月信用卡要刷六万块 我觉得有点难达到耶 我说 我说说为什么 他就说 因为我每个月的水订费 然后什么通话费 什么的东西的消费 全部都改用 信用卡刷卡 好像也刷不到六万块 我说不会 怎么还怕嫌钱多呢 我跟你讲 要是将来你的 你真的达到了那个皇家大师 你的信用额度刷不完的话 没有关系 你带我 我们一起去百货公司一楼走一圈 进去马上就刷完了 很容易达成 所以真的有时候啊 有一些人 他因为已经在他原本的人生 他原本的一个环境习惯了 讲直接一点 他就是他已经有点穷贯了 所以他的 他会变得非常的 你知道吗 对 所以可是透过爱多美 了解爱多美之后 他的视野会变得很宽广 然后呢你的层次会变得很高 你想要的你想做的 会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真的爱多美提供了一个年轻人 非常好的白手起家的一个平台 那接着的话在网上看上一个拼接 就是王冠大师 那其实王冠大师呢 目前爱多美总共有几位啊 总共有三位王冠大师 那我自己个人印象最深刻就是第二位王冠 他是爱多美的四号会员 他原本是一个代理驾驶司机在韩国 韩国的会员 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对谢谢 因为我怕他讲成某一国的总统的名字 金城日是不是 谢谢对 那金城日王冠大师呢 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啊 他当初上了爱多美这个聘接的时候 他获得了一次性的奖励 将近新台币900万喔的现金奖 可是他没有收下来 他全部捐出来做公益 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 目前还是在爱多美的初阶的精英者 或者是还很辛苦 还在努力的打拼跟建构你的组织 所以看到这个王冠大师的900万的台币 都想到说要是我将来拿到这900万 我买房子买车子要干嘛 都想好了对不对 可是透过爱多美文化的熏陶 他会让你培养成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 当你越有能力的时候 你越会想要去帮助跟你一样很辛苦 曾经跟你一样很辛苦 但是却没有办法来做爱多美的人 所以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900万可以先规划 买房子或买车子 对不对 可是将来 要是我真的上了王冠大师 大家可以上了王冠大师的话 大家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做公益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还有什么奖励呢 一样有现金的额度 每个月很多钱一定要花光喔 记得如果花不光的话可以找我 我会帮你花光 然后还有什么呢 送你百万名车 不是帮你付头期款 是直接 全部结清 车子让你签回家 然后还有欧洲的旅游券 那最后的话 来看一下爱多美的最高聘接 尊王大师 那目前虽然尊王大师 还没有任何的会员诞生 但是大家知道吗 以后爱多美 第一个尊王大师 会出现在哪一个国家 对台湾 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一起做到 那尊王大师 他的这个奖励非常的诱人 首先第一个 一样有现金奖 很多钱嘛 然后呢一样有信用卡额度啊 然后还有提供这个每个月的租金 让你住个办公室 那我个人觉得很喜欢的是啊 他会付一个司机给你 那这个司机的话 他是做什么用途呢 当你今天走路嘛 要走到车子的时候 记得手要摆在后面 不能伸出来 要等到这个司机帮你 对开完开完车门才能记 千万不能自己开车门喔 如果开车门的话呢 手要打断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尊王啦 有尊王的这个 这个气势跟气度 怎么能自己开车门呢 所以记得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走进车门的时候 要稍微等一下司机 试一下啊 赶快来帮你开车门 你再坐进去就好 然后还有呢 我们要提公司包 对不对 千万不能自己提 要交由谁来帮你提 对秘书小姐来帮你提 那如果说你不小心 自己提了公司包的话 开除党籍喔 台玩笑的 所以你要记得说 不然秘书小姐没事做啊 你每个月给他那个薪水 公司帮你付薪水 你总要让他提个 那个公司包嘛 对不对 还有这个旅游券等等之类 所以其实啊 将来啊 真的是 以后这是台湾 尤其是台湾 真的会诞生 非常多的这个尊王大师 那最后的话 来统整一下特点喔 艾多美事业 帮助大家成功的特点 有非常的多 首先第一个 独占性 所有的产品 都必须要加入会员 才能购买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主要的商品 都是生活日用品 它会消耗性的 它会有回购的一个 一个现象出现 而且第三个 你的这个产品的CP值 非常的高 用完之后 忍不住会再回来跟你买 然后第四个的话呢 搭配这个 其实我看不太到 搭配网路购物的一个便利性 然后回购率非常的高 而且退货率只有0.2% 所以身为这个经营者 跟消费者经营起来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事业非常的简单 那最后跟大家讲 其实艾多美这个事业 就像是一个机会一样 你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它来敲门的时候 是来无影去无踪的 所以你一定要抓住它 不要去抓什么宝了 抓艾多美这个机会比较重要 那听完这个强劲制度 你一定会问自己内心一个问题 艾多美这个事业真的那么好吗 我到底要不要做 这个问题呀 不要问你的上限 也不要问我 你只能问你自己 自己做判断就好 可是有一些人没有经验 不晓得怎么做判断 对我教大家 评估一个事业看两个地方 第一个风险 第二个获利 如果说有一个事业 风险获利各50% 要不要考虑 要考虑啊 对啊 因为风险获利各半 当然要考虑啊 那如果说有一个事业 风险70 获利只有30 要不要考虑 不要考虑 因为风险太高 对不对 那如果像艾多美这个事业 风险0 但是获利无限 要不要考虑 不要考虑了 不要 要冲了 不要考虑了 风险0 还需要考虑吗 对啊 不用考虑啊 所以到底艾多美 做艾多美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大家 发挥消费者的本色 你做一个自然的真心分享就好了 所以最后我问大家 你们想成功吗 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祝大家所有的会员 在艾多美这个系列 都能预防分数 大家最后一起在封顶相见 谢谢 所有的会员在艾多美这个系列 都可以 最后一期在封顶相见